有个商店 东西特别便宜 上次呢买了一件这一套衣服 一身衣服 几块钱 今天呢带大家见识见识 美国版的这种 donation center 有意义 第二个 便宜 这个店呢很多地区都分布的很均匀 它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一些有爱心的人呢 过来把一些旧的东西捐过来 然后他们也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转售 我们进去看看这个店到底东西卖到多便宜 哇 这个地方现在快到万圣节了 然后会有很多这种小物件在卖 这东西呢我觉得也很多都是他们以前用过的 像这一件衣服 这样一个皮卡丘的衣服 看很漂亮皮卡丘的衣服 卖到多少 七块九毛九 嗯 价格还算挺贵的 Oh my god 找了半天我才找到 这个角落里是卖男式的衣服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在国内西装多少钱了吧 这边呢有很多他们用过的西装 我不得不说啊 这个用过的西装确实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成就啊 看这个还有污渍呢 说白了这个家店呢卖的东西都是二手的 然后我们看看价格吧 虽然说是二手的 可是质量还ok 我们看看这个价格 一件这个上衣是卖到十九块九毛九 对于西服来说已经相当的便宜了 这边有一些西服 我们看这边我们经常穿这个休闲装 其实它的款式呢 你不能在这边挑款式 因为它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毕竟是随机的 品牌也是随机的 就大家这边如果能选到自己喜欢的样式呢 我觉得还是真像淘宝一样 在这边买东西 刚刚看了一下 他们这边只卖三种东西 一种是衣服 然后墨镜 然后就是生活家居 当然还有家具啊四种 家具在那边大家可以看到就到那种程度 我们先看看衣服 大概这一件这个T恤卖到多少钱啊 五块九毛九 店里呢一般来说这个衣服 至少卖到十到二十块 但这边刚刚感觉一下还是蛮便宜的 这个不过就是看起来太旧了点 都是这边都是五块九毛九一件 就比如说如果你能逃到更便宜的话 那你说明是非常好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边都是五块九毛九 这家店说白了还是有点贵的啊 然后看看有没有能够逃到一个不错的 像我的话 老妈一定会让我穿这种衣服 格格衫 这边都是衬衣啊 都是这种衬衫式的长袖的 然后这个红色还不错 这个红色还蛮适合我的 价格 哦 这边还贵了点 成了六块九毛九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KIT WORLD 这是小孩的衣服 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这小孩衣服都蛮贵的 这还是两块九毛九一件 所以这边几乎都是两块九毛九 它也就是懒得就是在定价了 还有一个三块九毛九的 你看这衣服质量 感觉还是相当 还有一块钱的 这一块钱是什么衣服 这是我今天要逃的核心物品 这个其实我都可以穿 就稍微小了一点点 稍微皱拔一点 但是这件衣服呢 只卖到一块钱 这厉害了啊 好 我们今天任务呢 就是在这边逃出来非常便宜的衣服 然后能不能说几块钱把身上的一套搞定 我这边能看一下这个短裤呢这边 这是女生的吗 这男生短裤 运动裤卖到四块九毛九 这还有点贵的 上面有卖帽子 看这帽子多少钱一个 帽子我都给撕了 这各种帽子 Fedex帽子是一块九毛九 一个这样的帽子 我觉得这是哪个上班 然后不干了 然后帽子给卖了 把工作服都给卖出来了 所以这边能逃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还有LA的一个运动T恤 摸起来这质感还相当好 这是运动衫呀 我很喜欢这种东西 可是呢它卖到四块九毛九 我得找一个更便宜点的 Oh my god 我发现呢这边这几套 还有Toshiba Printed Coffee 这些都很多工作衫 这些呢都卖一块九毛九 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九毛九 这是我今天要找的衣服 但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更便宜的 比如说不到一块钱的衣服 然后这边呢也是这样一块钱的 一块九毛九的 大家看我感觉质量还相当好的 有什么华纳 像这种影视衫 还有这种品牌 大家看看这个品牌 大概有多少种 还有一件非常 American Eagle 美国鹰的一件衣服 我觉得这是应该女生的 不能放这 这边的品牌 哎呀还有把裤子给塞这 哎又立马 还有Vance 大家看到没有这还是好品牌呢 Vance我们看一下价格 也是一块九毛九 哇哦 OK 可以非常好 这边有很多这样的衣服 终于找到了一件非常喜欢的 它只卖一块九毛九 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 这上面给扯了 谁干的啊 这给扯了 哎呦里马 刚才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奇葩的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 一定要找到 刚才有看到 这个呢是它自我定制的 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它头像的 你说你怎么卖 哎呦里马 我想买呀 但是不是我呀这脸 我刚挑了一件我还蛮喜欢的 是这个 不拿哪儿 虽然它旁边有点跑线 但是我觉得这个衣服蛮漂亮的 大家觉得呢 这边呢 5块9毛8 卖这样的一个 叫什么 这沙滩的 沙滩毛毯 5块9毛8一份 都是新的这个 这边也不是光卖旧的 然后现在衣服有了 当然这边种类还蛮多的 最多最贵的也不超过 4块9毛9 现在还缺一条短裤 或者说一条裤子 我看这边能不能买到 合适的裤子 我其实特别缺裤子 但我又不喜欢穿这种 带皮带的 这边都是 看老外都喜欢穿这个 带皮带的很讨厌 是不是 都是皮带 所以西方嘛 洋装啊 洋装它就喜欢这种造型 我喜欢穿那个松颈袋 裤子呢 基本就卖到6块9毛9 就稍微贵点了 当然有这种小短裤 这个感觉还可以 这个 哎呀还有点长不行 太长了 我觉得裤子的话 我要求比较高 还是在国内买吧 这家店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裤子卖的有点小贵啊 它一条小短裤 卖到4块9毛9 我觉得这个完全超出 我今天的一个承受空间啊 我觉得这个泳裤还不错 你看这泳裤卖4块9毛9 确实还挺划算的 但是我想逃到更好的 你别说这条裤子我还真蛮喜欢的 实在不行的话 最后买个这条裤子 比较适合我穿 大家觉得造型怎么样 功夫不富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非常便宜的裤子 但这个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放羊的孩子 或者说初童穿的 这个能卖到1块9毛9 ok 1块9毛9 这是一件我发现的啊 唯一一件 不是唯一 是唯二的一件的 这个1块9毛9的 另外一件呢 是这个丑到爆的 这个阿里达斯的红色短裤 这个也是1块9毛9 但是这个我完全穿不下 再努力一下 这个也是1块9毛9 但是真的实在太丑了 这个 这是校服吗 这都是啊 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裤子我要1块9的 哎呀找不见 哎呦算了 这件汉衫呢 说实话不丑 还挺好看的 就是旧了点啊 卖到4块9毛9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衣服 其实你逃的话 这个大外套呢 有可能是可以 最贵也卖到5块9毛9 稍微再便宜一点 4块9毛9能下来 最便宜的我估计也就是这件吧 诶这是裤子吗 诶这是一条裤子 哇呦这裤子太宽了不行 这边家具啊说实话啊 是便宜 7块9毛9 但是旧的有点不像样啊 这个很有可能这些家具的质量 你看这个烂的 虽然只卖12块9毛9 我觉得这个有点贵 像这样的家具 我是不会买的 还有一些字画也不用用 这也可以买 呦瑪莉莲梦露啊 诶这个如果买过家也不错 只卖5块9毛9 买这么一张画 这个我觉得 如果是家里装饰收藏的话 这种十几块钱买的 绝对划算 旁边还有卖在镜子什么的 绝对划算 但是这个家具沙发什么的 我建议不要买 还有一个这样的旅行箱 我刚看了一下旅行箱 其实是可以用的 哎呦这货的这夸张啊 这裂开了就 卖到5块9毛9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音箱吗 哦这里边是个音箱 来这边真的是淘宝 你看还有这个旧的吸尘器 当时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直接把吸尘器给扔了 那吸尘器当然买的时候 一二百块钱呢 我说美金呢 所以想买便宜货 来这绝对是赚了 看可以买到箱子 买到电视 还有这个小三脑架 你看这个 2块9毛9买了 还可以买光碟 台灯 这个台灯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一般这个台灯 我有 只卖到11块9毛9 我天哪 这个绝对是超值 还能看呢 不知道 确定 别说还真能看呢 这个家里主要是没地方放 有的话 我就买一个了 11块9 12块钱 买一个天文望远镜 还带一下子 哇 各位 你们捡到了 赶紧来买 这边还要卖这种特别旧显示器 我觉得卖不出去 这什么机器 大家如果谁知道 过来可以说一说 还有很早以前的艾普森打印机 像这种电子化的东西呢 我觉得它减价是非常夸张的 卖鞋的地方 哇 鞋我还是缺一个比较休闲的 你看我现在脚上穿这个 已经 已经太旧了 这边都是女生的 我看女生的鞋买多少钱 这个还蛮新的呀 5块9毛9 5块9毛9一双 一双小孩的鞋 3块9毛9一双 漂亮 哎呦 还有这个 都是3块9毛9 很便宜 大家记住这小孩的鞋呢 价格不亚于大人的鞋 还有米老鼠的鞋 价格 5块9毛9 很划算 非常划算 小孩的鞋 小孩的服饰 也算是人生当中 一大比开销了 这边还有大人的 这应该女生的 看这个鞋大概的价格 5块9毛9一双鞋 这简直太便宜了 各位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淘汰一双 是合我穿的 哦呦 这个绝对可以买啊 这多漂亮 只卖3块9毛9 太便宜了 太帅 这边还有一些圣诞装饰品 2块9毛9 这边说实话真的很便宜 各位 看看这个感觉 哇哦 还有卖1块钱的东西 这个卖1块钱 哇哦 说实话 以后装饰品 可能会来这家店来买 因为装饰品 它的价格呢 有的时候 并不好说 因为它不在乎新旧 在乎它的外观 感觉什么 这边是女生的服装 我就不看了 因为我看的话怪怪的 这边还卖一些玻璃容器的 说实话这一杯子 1块钱在这边 并不占任何优势 像刀叉呀 开罐器 1块9毛9 我觉得这些生活用品 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过来用一下 有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再利用 这样减少一些我们世间 过多的这个重复性的垃圾 看这杯子多漂亮 哎呦 这个点贵啊 3块9毛1个玻璃容器 还有7块9毛9 哎呦 这个价格相当高 影像碟什么的 这以前的电影 这个完全具有收藏价值 有些人他不用 哎呦 那妈啊 我天呐 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的一张影碟 我当时又完全一模一样了 超级难好 现在卖到2块9毛9 其实价格并不是很便宜 但音乐是无价 说到书本 书其实在国外是蛮贵的 如果能够在这边 逃到便宜的书 我觉得非常物超所值 结果卖1块9毛9的书 书呢 一般在国外卖的还是蛮贵的 你看这还有一块钱的书 哇哦 很轻啊 我记得以前这种国外的书 在国内新华书店的一本 它能卖到200人民币了 这只卖 不是这个钱啊 这个是5块9毛9 是后来的 现在是一块钱 买一本书 嗯 我可以买一本 收藏起来 这边看到一个人在收藏影碟 他一定是那种特别怀旧的 哇哦 我看这边箱子还有枕头 前面这位大叔呢 在慢慢的收藏影碟 小心翼翼的在摆放些东西 这本书拿上 到时候回国送朋友 还有这种儿童自行车都可以买啊 哇玩具啊 这是一个厨造吗 厨具 让小孩子感受一下家庭生活 还有小孩自行车 自行车卖多少钱 24 哇这个我看这质量感觉还不错的 我看牛仔裤在国外卖的还蛮贵的 牛仔裤这个是相当新的感觉 哇这几乎都是新牛仔裤 7块9毛9各位 有便宜点的 6块9毛9 女生有福了 这边还有十一间 非常可爱的十一间 全新的生活用品 比如这床上用品 四间套 这边还有这个全新的 这卖到11块9毛9 所以这个店里边 还是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东 就问题了 生活中一些方方便便它都有 感觉这一套沙发质量还不错 里边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彩垫 没说 还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 这奥友39块钱 我个人感觉有点贵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彩店稍微高级一点的 1200人民币买一4k的 对不起 1200这个美金可以买一4k的 刚那个可爱的鞋 这个我觉得很难清理 我在最后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挑双鞋 回来想想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它毕竟是别人穿过的 还是不要了吧 算了今天收工 Oh my god 刚才结账的时候 他跟我说今天是打折日 如果是看到红色标签 它会给你半价更便宜一点 哎 我没看到这个牌子 看到之后已经迟了 裤子已经没什么了 红的已经被买光了 哎呦里妈 OK今天呢 来到这个店里大概花了30分钟 然后看了很多 也带大家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价格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家这种店铺呢 在美国这边非常有意义 它的依依在寻 什么呢就是 有很多人呢 想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你想当个慈善家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你可以把你不用的东西啊衣物啊捐出来 捐到这个店里面 然后他们再通过这样一个转售的方式 你可以来的时候捐东西 然后再买一些东西回去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做出了一个 有一种仪式感的慈善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刚才呢这个价格结完账之后呢 我买了一件T恤 买了一本书 一共是2块4 然后我给了他3块钱 多下来的钱呢就捐给这个慈善机构 因为他这边会把这些钱呢 用在这个老人 就是维护老人社区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刚刚讲 本来说5块钱都不要了 他说还是要找的 其实这个东西买了 衣服呢我打篮球要留下来自己穿 这本书呢送给大家的其中一个人 这是一本 虽然说是二手 但是它是全新的 几乎是全新的 没有人看过的 这本书非常轻 送给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关注 我到时候抽奖 抽给你们 OK